国拼大满逛正式开打 央视频道CCTV直播 孙影沙、陈梦跟王曼玉 面对的选手也重磅出炉 很有希望稳夺冠军的 而且对于男子乒乓球队 林斯洞、王楚清跟马龙 遇到的挑战更加的巨大 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阿鑫的视频 查一下底部的点赞纽 并点一下关注 感谢大家 那么现在对于新加坡 大满逛赛式的比拼 大家是非常关心的 而这一次比赛 我们国拼队伍的安排 可以说分区既然非常的有趣 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国拼的分区竞争压力太大了 那么首先 我们就重点提到 女子乒乓球队的比赛 女子乒乓球队 孙影沙是分到了 她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组 但是孙影沙 她跟王曼玉分在了上半区 是每个人处在一个小小的半区 来共同对战其他的选手 很有可能 孙影沙跟王曼玉 共同进入到半决赛当中 那么接下来 在3月份的11号 下午的1点30分 大家是可以通过 央视频道全程 观看这场比赛的 孙影沙将会首发登场 那么孙影沙将会去对战 温特这名球员 也就是2点钟的比赛 因为1点半的时候 是林斯洞对战着 迪奥这名球员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孙影沙在球场当中 将要面对着温特这名球员 那么她的胜算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知道 孙影沙在球场当中 那个心态稳定性 还有球场上的气场 得到提升之后 球季也有很大的提升之后 那么莎莎在球场当中 她的取胜可能性 到底有多大 我们能够感受得出来 所以说 孙影沙接下来 11号下午2点的这场比赛 大家不用错过 而在我个人看来 那么莎莎赢下这场比赛 完完全全 信心非常大 底气非常足 另外我们再来了解到 包括了国拼队伍当中 大家非常熟悉的 王曼玉 王曼玉她将会在下午的6点30分 也就是6点半 将会对战 刘青一 提到这名选手 其实并不知名 而且国际赛场当中的排位 她被王曼玉甩了好几条街 王曼玉赢下这场比赛 其实问题也并不大 王曼玉完完全全 具备这个能力的 所以说提到这里 我们就能够了解到王曼玉 她赢下这场比赛 信心非常足 那么最后 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陈梦 陈梦她本次的比赛 可以说也让人非常值得一提 那么陈梦对于接下来 她的分区安排 她是分到了下半区 陈梦将会很大概率 去对战伊德美成 但是对接下来陈梦她的比赛 再次面对伊德美成的时候 尽管有人质疑到 陈梦能否击败伊德美成 也有包括了伊德美成 她也提到了 面对陈梦有很大的性情 击败我们国民的陈梦 但是大家千万不能忽略了 陈梦哪怕说 最近这两三个月的状态 没有拿到比赛的冠军 状态有点下滑 但是陈梦 从实力层面 综合能力层面 绝对是伊德美成的大克星 四连胜的伊德美成 相信这一次的比赛 依旧能够五连胜伊德美成 问题不大 那么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 林斯洞 王楚清跟马龙 三名选手分在了 同一个小小的棒区 所以说我们国民队 真正挑战最大的 竞争压力最大的 还是林斯洞 王楚清跟马龙 而在这一个棒区当中 你要说谁的能力更强 哪怕说在过去东京奥运会 马龙拿到了男子当打冠军 但是面对着年轻选手的王楚清 面对着非常年轻的05后选手 林斯洞 马龙不一定能打得过王楚清的 所以说接下来的比赛 王楚清赢下来的机会要更大 而对于林斯洞跟马龙挑战也非常的大 对接下来的这一场重磅的赛事 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而其中马龙是在网上的9点钟开打的 而另外还包括了比赛当中的刘斯文 他是在8点20分开打比赛 接下来11号的重磅赛事 我们一起共同来期待 共同来跟进 大家也千万不用错过 同时也欢迎大家给阿讯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的关注 并且点一下底部的点赞按钮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